上次说到,在电容器的两个极板间加上这样的胶变电压,将质量为M,电量为Q的正电荷,在T等于零时刻,从A板附近无出速释放,粒子就会周期运动,一会加速,一会减速,一直向右运动,直到打到B板上。 这回我要换个条件,把粒子放到两极板中间,并且不是在T等于零时刻释放,运动情况会变成怎样呢? 要研究这个问题,需要抓住运动的两个特点。首先,这个问题中,电压的大小不变,板间距地也不变,因此粒子受到的电场力大小始终是不变的。 这样一来,它的加速度大小也保持不变,反映在VT图上,每条线倾斜的程度都相同。 其次,每当电压改变方向的时候,电场力就会反向,于是加速度也跟着反向,反映到VT图上,此时VT图像会折一个方向。 也就是说,如果从T不等于零的位置开始,VT线仍然这么斜,碰到二分之T的虚线就会换方向,再碰到虚线就再换方向,如此反复。 清楚了这两个特点,从任意时刻开始的VT图像就都很容易画了。 特别的,我要请你注意,如果从四分之T时间开始,它的图像就是这样。 首先线上升,粒子向右加速运动,然后线下降,向右减速,到速度为零,接着线继续下降,向左加速运动,最后线上升回来,向左减速,回到速度为零,如此反复。 从VT图像容易看出,这两段时间肯定相等,这两段时间肯定也相等,它们都是四分之T,也就是说,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完全一样。 咱们知道,VT图像的面积就表示位移,这就是说,向右运动的位移和向左运动的位移相等,因此,粒子在一个运动周期后,会回到原来的位置。 我再考考你,这个周期中哪个时刻距离出发点位移最远呢?这很容易,当然是向右运动到速度为零,刚好转回头向左的时候,对应VT图的这里,图像和T轴的交点四分之三T时刻。 四分之T时刻释放的情况你清楚了,如果再晚一点释放,这个图像说明什么呢?容易看到,上面的三角比下面的三角小,也就是说,向右的位移比向左的位移要更小,粒子向右移动的少。 向左移动的多,一个周期下来,比出发点更偏左了,这样下去,它肯定无法到达B级板嘛。 那么,在电容器间距地足够大的情况下,究竟什么时间内释放的粒子,最终能够到达B级板呢? 这就需要一个周期中,粒子向右运动的比较多,对应到VT图上,上面的三角应该比较大,在所有情况中找一找,容易发现,如果在T等于零到T等于四分之间的某时刻释放粒子,就可以保证上面的三角比较大。 找到了这个时间范围,咱还得考察下临界点,如果在T等于零时释放,三角全都在上面,说明粒子一直向右运动,肯定能够到达B级板,所以T等于零这个点要。 而如果在T等于四分之一时刻释放,刚才说过,上下三角相同,粒子一个周期后就回到原点,而板间距地足够长,一个周期内肯定到不了B级板,所以它最终无法到达B级板。 所以四分之T这个点不要,纵上所述,在零到四分之T左臂右开,这个半开半臂区间内发射的粒子,最终可以到达B。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,胶变电压的电容器之间,如果从T不等于零的时刻释放粒子,就要通过微T图来分析它的运动。 微T图像的倾斜程度始终一样,每次电压改变,微T图像也改变方向。 在图像中,上面的三角表示向右的位移,下面的三角表示向左的位移,你都明白了吗?明白了的话,就去刷个题吧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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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